说起关于大鱼海棠的故事 大概还要从我看的上一部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说起 当时好像是贴板里有一则帖子里面同时提到大圣归来和大鱼海棠 于是我开始了解到这部蹉跎了许久却迟迟不上映的电影 我想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比起那些几年前甚至是12年前就开始关注这部作品的人 我只等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然而我想12年的时间不可以成为绑架这部作品的借口 无论过去多长时间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达到完美 下面说说我对这部动画的电影的一些个人的看法吧 纯属业余爱好者发表个人言论 首先我要说我在之前是看了他的预告片和MV的 尽管个别几个镜头真的让我联想到了宫崎俊 但是毕竟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背景相似 而且大鱼海棠里确确实实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这点毋庸置疑 所以那些说是抄袭 我觉得这种论调是文化不自信力 其次是这部电影的画面 我觉得这点真是美的说 为美的中国风画面达到甚至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美工方面非常到位 有很多镜头结下来直接就可以制作成明信片 一些场景的刻画也是非常细致的 该有的花纹样式都相当精美 之前网上有一张图 是女主春的抽屉 拉开后里面有很多小东西 虽然这个镜头在电影里不过一两秒 可以说不留意根本看不清 但是制作团队还是很认真地做出来 在细节方面确实把握得比较好 除了画面配乐方面也做得不错 很多时候音乐真的是融进画面里的 有一幕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在其他人的世界里营造出一种过年的气氛的时候 背景配乐里出现了京剧唱腔 这也很符合以前中国人逢年过节听各大戏的习惯 让人一听就知道是我们自己做的东西 你去看功夫熊猫之类的外国动画 尽管可能有中国乐器配的背景音乐 但是基本上不会由此类精具唱腔 其实我听到这一段的时候 心里是感到很熟悉很亲切的 就感觉有些东西其实深深带着文化的烙印的 接着说说人物客话 在这里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对于某些认为人物立不起来的观点 我是不敢沟通的 主角春秋我就不说了 就是众多打酱油的配角中 灵婆和蜀婆就非常有特点 灵婆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她以正义邪 强调自己有生意人的精明 却又在关键时刻救了主角 她做事讲究回报 但是又不全是回报 我觉得灵婆是众多配角中最出彩的一个 蜀婆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然而她一走了之后就没有戏份了 刻画较少但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一部动画电影115分钟 有三个主角配角又多 灵婆与蜀婆在他们该有的戏份里真的挺出彩 接下来我说下本片的主要槽点 剧情 剧透 有观点将其简单的概括为三角脸 这种观点太过简单粗暴 春为了就回坤选择了和他性命相连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一个16岁的孩子如何要求他算屋一侧 面面俱道 至于秋全骗我最心疼的角色 绿色印爆我泪点 最后他和春一起送坤回家那段感情戏 编排地非常到位 当春说出万分伤人的你像哥哥时 秋鸭一地痛哭 看得我心酸不已 这段情节处理得非常好 还有一点我注意到有个苗头 就是故事的分层 好比疯狂动物城 它能让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故事 关注到不同的点 有的仅仅关注吐狐爱情故事 有的关注树栏所代表的效率低下 有的关注只有兔子能说兔子可爱 这类影射种族肖花只能由本种族而人开的桥段 这点大于海棠 远远不及疯狂动物城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偏玄幻的故事 没有那么接地气 但是你看评论就会发现有不同的人看到了故事的不同年 比如朱荣和赤松子 小朋友当然只觉得他们是好朋友 但是年纪大一点的总是要调侃一下这对好机友 现在这种分层还只是停留在娱乐层面 更多的还是网友们的脑洞 但是有这样一个苗头 这点就很值得注意 主创门可以有很多种处理方法 就看观众能看到什么 解读到什么 然而并不是说本片在剧情方面做得好 中间部分一如之前评论里有说到的较为无力 有很多看起来很美的画面 纯粹就是后面回忆里出现一下 个人感觉只是为了让电影看上去更美 对于剧情毫无推动作用 我个人的看法有些偏激 觉得与剧情无关的好多画面都可以删掉 比如春和昆化城的海豚在屋顶上跳舞那段 每则每一细想之下却显得有些多余 那段秋被毒蛇咬伤那段也显得有些莫名其妙 对于剧情帮助不大 如果是为了让春爷爷撇死去好为后面的做铺垫的话 为什么不让老人家寿终正勤呢 本片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整部影片的节奏把握得不是很好 对于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影片为了一些唯美的画面而舍弃了剧情 春与昆之间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画面也很唯美 但是这样铺开来写的话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展示了很多东西 但是却只说明了一个问题 信息量少得可怜 感觉还是太过注重表面上能看到的东西了吧 我非常赞同一句话 就是没有哪个电影是肩负了一个产业的腾飞 期望太高 是会压断大鱼的翅膀的 而且如果中国动画真的沦落到要靠一部作品拯救 那才是真的完了 我想说的是既然出现了大鱼海棠 那么之后的电影就会以其未借鉴的方向 会拼命想办法做到比它还好 那这样中国动画就能一点点再进步 我始终对中国动画抱有一种乐观态度 因为它曾经的辉煌也为它未来的无限可能 我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 一个月欲出山海经 逍遥游西游记聊斋之意 种种瑰丽奇妙的幻想的国度会照播出合适的素材 会编播出好的故事 有了大鱼海棠 我想我还是可以选择继续相信 相信等待是值得的 相信总有一天中国动画也会创造出于自己的奇迹 我还是可以选择 你应该选择 我只是温暖得 你应该选择